请看类题五,这是105年会考题的第五题 以致坐标平面上有两条直线相交于一点 什么叫相交于一点呢? 也就是说这个点呢,会在两条直线上 两条直线的方程式分别是2x加3y等于7,3x加2y等于b 那既然这个2a,这个点会在这两条直线上 代表说呢,把这个点的坐标带进去呢 会让这个式子呢,会成立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a跟b咯 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交点呢,它是2a 什么叫2a呢? 也就是x坐标是2,y坐标是a 遇到x就改成2,遇到y就换成a 那第一个呢,它是第一条直线呢 叫做2x加3y等于7 好咯,遇到x我们就换成2 遇到y就换成a 那请注意一下,这个2x呢 其实是省略了一个乘 2乘以x 加上3乘以y 所以等于7 好咯,我们来算一下 224,4加3a等于7 那这时候呢,把4移到右边 3a等于7-4,3 那a等于多少呢? 再把它除过来 a等于3除以3 所以a算出来就等于1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,a算出来既然等于1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知道 这两条直线的交点是在哪里呢? 交点就是在2a 就是2,1这个点 那这时候呢 再带入第二个直线方程式 第二个直线方程式呢 叫做3x-2y等于b 那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交点是2e 所以呢,可以把这个2e呢 把它带入这条直线 那这个2e怎么带呢? 就是x等于2,y等于1 所以遇到x就换成2 遇到y就换成1 但是记得 3x是3乘以x的意思 2y是2乘以y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知道 326,6-2等于b 那b算出来呢,就等于4 那b算出来既然等于4 题目哦 题目要算的是a加b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a等于1b等于4 a加b就是1加4 那就是5 所以呢,我们这一题呢 很清楚答案选c 这个选项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就是5 4k 2d 4k 感谢观看